但现在的大门正成这个啦 不要再倒水的名字 谢谢 我自己倒 因为你 Thank you 一个 然后 一滴棉花 一滴棉花 哇 一滴 用晃的 其实呢 像阿里山第七 我只是要 在这里以后 就要跟各位介绍 台湾造山令洞 从东部那边飞过来 阿里山是 昨天已经讲了 第二道主要临线 其后结队 决定大 第三道就是混起乎的大蒜山 接下来绑架就是丘林 决定台湾整个命国 中央山岸一山山坏 然后阿里山山岸 那阿里山决定的就是整个什么 台湾最大的营物大 4E Boris 生产的就是 全世界最高大的 块木物林 全球只有北美洲 日本跟台湾存在 那阿里山的 包括从第一道主山林 一山南风 这是那个 给你们参考一下 哈哈哈哈 很厉重 我们这几天的上课也知道 台湾从一山开始 然后到海边 其实从一山到海边 直线地只有八十四 八十公里 在八十几公里内 上升了海达四千公尺 把从次到到阿拉斯加的生态体系 压缩在这四公里的范围 两百五十万年来 大约在一百多万年 马祖的党基 收的一百零八万年来 已经有现在的 台湾的山系 跟现在差不多 哦 马祖很顺利哦 党基说的没错 然后这形成这八大生态带 台湾是地球生物的诺亚方舟 所形成的八大生态带 至一百多万年来四次兵河所形成 海拔从最高到三千五百公尺的森林界线 这个叫高山带 三千五百到三千公尺是冷山林带 冷山全世界最北分布阿拉斯加 最南分布台湾 接下来两千五百公尺到一千 到三千公尺之间 是铁山 英文叫天洛 这个铁山林啊 来自中国的Chinese 在台湾特化成为台湾特产种 铁山在我们的原住民其中一组的 泰雅叫做羊霸 捍卫住这一片土地 羊霸就是霸法的意思 这一种叫做典型的大法术 所以台湾在八月八号 应该引起铁山 来作为一个SIMBO 作为一个LOGO 这个标志 这两千五百公尺到三千公尺的铁山林带 接着两千五百公尺以下就是阿里山区 整个大阿里山区 这个带呢就是典型的全世界有名的 快目物铁 英文叫Forge 就是充满的铁路 因为他只有在太平洋边缘的高山 在高山的中海拔地带 由于铁路碰到山 远转过来形成的这个铁路带 中年湿度都高过95% 阿里山曾经有 厚 那是这样 铁亚百公尺 每周一周 每周都好 外国人来台湾最难适应 就是太淘枝很容易长霉等等 那这种湿度就印译了全世界 珍稀核化石的红块 蝙蝠 台湾山 茶树 那种都是核化石植物 在这个快目林 快目林带也是台湾的生态的转变带 也是因为台湾山地的关系 所有台湾到达这个地方 大概都没有力气了 因此前台湾最高大的树木 就在这里产生 因此这里的台湾山高达九十几公尺 阿里山就是这样的生命 决定了台湾的生计的核心中心 从一千八百公尺以下 叫做阔叶林带 在山顶中上坡段 最主要蛤蚤蚤 台湾蛤蚤蚤几十种 大致有十几种 形成最主要的台湾的 阔叶森林的林象 在山的中下坡段 最主要蚤蚤蚤 到了低海拔一点的西谷地 整个龙树山科最顶盛 那这就是阔叶林的天下 其中蚤蚤蚤是海拔一千八百宗石以下 在西谷的中山坡以下 林山的很少有存林的蚤蚤 台湾曾经存在过三百万棵 巨大的张树 这些通通已经消失 不断的开放过程 然后快木林带 在狗虎自台时间 就整个终结掉 那么往低海拔下来 就到了平林 这个苏林 就是平原地带 所谓的Savannah 在天然的地带就是什么 这是几千年来 一两千年的时间 甚至几百年形成的 台湾的河川冲基地 在河川上下有田 生长开来这个地方 生长的田跟着草 后来除掉以后 就种成什么呢 甘蔗 就是梅花路的天堂 所以台湾有一计划 有一个地名 全世界只有台湾有 我们曾经人说 那一家草地千头 草地叫草来之地 那个草就是 这么高的草 就是田跟子草 台湾超低的千头 那接下来就是海岸年代 那么阿里山的地位 各位 我给各位写在前面那些解说 拜托你们自己看 那个是历来最精华的东西 要介绍阿里山 向世界 向国家 我写阿里山的地 土地的特征 是站在全球观点 然后全台湾观点 然后在地特色 一层一层一层 这样讲下来 通常人是要跟你说到最好的时候 没有人知道 千才化化的 还是我们那个教父师 你现在你如果去 去看日出 在那儿听的那个小饭料 那些东西给你 那个解说也说不定 这么有趣 都可以看 反正阿里山的地位在哪里 就在这个部位上 以东海达的这个部位来讲 从嘉义来讲 它的气候是半干旱的 尤其是前冬缺水 我们的生态西游图 一看就知道 冬季是缺水 然后到了阿里山 一年到头都是超 差不多是超重湿季的 到了益山 水量反而减少 所谓的快木屋里 基本上就是生长在 台湾平常时段 中海拔地带 在银海里面的 就是阿里山 OK 在东北就是太平山 就是海拔 这一个 这粮米酒粿 就是海拔 一千八到两千五 你知道台湾这个汗子 一千八到两千五 一千八到两千五 这个棉被的这个位置 就是快木屋 所以你们要知道阿里山 你要搭个这个 直升机搭个飞机 看啊 要看大的整个这个变迁 哇 你在这种 银路带里面 银路带之上 叫做高海拔 银路带里面 叫做中海拔 银路带以下 叫做低海拔 那在中海拔里面 就印译着 己事文明的快木林 而己事文明的快木林 又可以最简单 齐文两大类 一座山 从山顶到西谷 中上半 银驳 下半段 红块 你要看 这个红块 啊 这种银驳 这个 这个银驳 这个银驳 红块 屁股很大 有没有 这种贵成红块 然后你们去阿里山 昭平的地方 就恰好是 上半银驳 下红块 的中间 交这一代 阿里山的快木 在昭平火车站 往上 到柱山 到万岁山 是世界上 才积最高的森林 日本时代 调查结果 全世界的森林 一公顷里面 柴基你们知道什么叫柴基吧 就是木材砍掉出来 累积的这个 体积 叫柴基 一公顷就是 一百公尺 乘一百公尺 叫一公顷 一公顷上面的 这些树木的柴基 如果是五百到六百立方公尺 立方公尺 那就是 顶级的森林 三百到四百 不良森林 一两百以下 像泰鲁哥 国家公文 那种原石旁 的这个森林 当然一点点柴基 像这样 这个就是所谓的低柴基 太低柴基 就是擦境的森林 阿里山 从昭平到 万日出 到万岁山 这个地方 一立方公顷的柴基 高达三千立方公尺 世界地 差不多只有美国那个 Ratewood的 有没有 那个巨人 跟那个山蟬构相比 那是台湾的 那这种棺木林 就是在荧物带里面 即使造了柳山林 你看看 在荧物带里面 我曾经在 19 我是1981年 还是1980 1981年 1981年的 8月14号 因为台湾正在调查 义山国家公演 那我们在台大 因为老师接下来计划 那我就想 我先去自己 先去调解 就搭着 这一张是 1981年 8月14 那是10号 17号 偶尔是在那边 北门站 从这里到阿里山 现在的北门站 已经是更新成这个样子 海拔山 11公尺 从这里往上 那现在还有所谓的 义山里社 有没有 一构心在那边玩这个东西 他不晓得这以前 这个历史 我不讲 然后 在现在的嘉义 有一个 嘉义 那个叫什么 文化中心 旁边不是一根水吗 一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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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以前阿里山的木材 听下来 丢到里面 叫柱木石 因为那个木材一直晒太阳的话 冰 他们都放在那里 还有水来 可能水来保存 是最好的方式 你看 以前就是这样 你本身来就是这样 哇 这都是那个山 那山 就有这个柱木石 以前在钓 整个钓的系统 那里面有三笛 三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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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了 当年 到了阿里山 跟现在的混为 也是截然不同 当时整个气温 底线在低几度 你们知道吗 走走木顺利 登记 阿里山身体 砍了跟没砍了的 阿里山的前后的温度 前后两年 身体砍化前跟砍化后 阿里山 气温下降五度 不 提高五度 上升五度 下死人了 有森林的时候 跟没森林的时候 这个到现在为止 请问 前台湾森林 砍掉几十万公顷的时候 有没有任何研究 这个危机后变化 中华民国 花了那么多钱 牺牲了多少自然生态体系 有没有这个土地的信息留下来 这才是台湾人的悲剧 我们去阿里山巡围一趟 会告诉你 这整个阿里山历史